《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阿弥陀佛 请放长 下午这堂课 我找了这个旅程的嫩言白味 也是有的时候念味 白味 虽然好像是拿的都是这一些 需要去侦破的这些 一般的世间的一些邪知邪见 好像离题 事实上也是不然 因为要讲到原觉经中 讲到行者的发心 那当然有的时候就要发觉 心里面在过去世间流转时 心中的所有一些世间的那些妄想之间 从最粗的要破到最维系的 所以一般的世间人 他之所以会流转在现在的 这种邪知邪见中 也是我们在意识 众生意识上的 事实上 我们行者回头时 你将来会慢慢发现 也就是在这个妄想执着之中 慢慢去突破的 只是过去他们毕竟没有发心 故不是真正发这个大心 要走出生死的人 找到自己本来面目的人 所以有的时候就自己心里面 没有智慧 也没有那种制断的能力 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堕在自己 潜在意识的我慢心中 然后捉持世间的知见那种假想 然后启成了种种供高的言词 启成供高的言词 所以在破这些心里面的这些真结 这些过去的这一些造作 事实上也是也可以让行者 念念之间审视自己 每一次在心体中 对法上的那种维系的 见解的那种最明白的认知 还有一点点落在城市间的造作 你都能够启成惭愧 因为有这些人为你做前面的榜样 你可以看到绝对不能跺在如是 同样的深沉业障里面 所以他能启成惭愧 能启成恐惧 所以拿他的一些这个文章 尤其他讲到这个内言百味 刚好也为这个内言经跟大圣佛教 也能够为佛法中发声 所以这事实上也是功课的一部分 在他讲到启成的内言百味之前 先看到他前面的一些文字 他自己讲的文字 我先稍微念一遍 唐代佛典之翻译最甚 未经之流步亦最甚 人亡为也 范亡为也 起信为也 原觉为也 瞻查为也 时差重翻起信 不空再亦人亡 又未中之位也 可以看到这种狂妄 唐朝从隋唐开始 也就是中国佛教 有很多经典 大量的流入中国时 那个时候也是中国 不管是在儒家 在世门 也正是贤能辈出的时候 所以也就是中国的很多的文化 也就是在隋唐两个朝代之中 留下了 尤其是汉啊 汉 隋唐这几个朝代里面 留下了中国文化最丰富的那一页 所以那个时候都是贤能辈出的时候 讲在那个时候 大家都是在一尾经 那似乎就把唐朝讲成就是一个诈骗集团 在那个朝代几乎都是诈骗集团了 更何况那个时候 所有的他刚刚讲的像这个人亡 范亡 这些起信啊 那都是祖师 都是有德的祖师 开悟的祖师 有圣生禅定的祖师翻译的 他把一个开悟的祖师 甚至于是发心愿要舍俗出道 出家 向道 舍俗向道 出家 这样的发心 他都还讲成 他是位中之位 就是位中之位 位中之位 这种卑劣 那不出家的 那在家的一般民众 那不就是根本都是诈骗的分子 那比诈骗的更甚 一定是更甚 想要修行的人 尚且都还能够造假 那不修行的人 那是不是那个时候 大概是普遍 普世界都是诈骗的 诈骗集团那种更新 那种业力 所以听他的言词 从第一句话开始 这个人的所有的言谈 事实上已然不可以相信了 已然完全不能相信了 因为那种自认为 自从根本就没有古人 原来中国的历史几千年来 所有的祖先 所有的古德 原来都是什么 都是 他不是 不是骗人 就是被骗 那根本就没有祖先 他也不相信有贤人 也不相信有智慧的人 所以这种人的思想里面 他再去讲什么伪 再去讲什么慰 再去讲什么 事实上 这已经是极度狂妄 而且他又举出了几个 时差难陀 跟不空三藏 在意人亡 又位中之位 而皆盛行于堂 至于嫩言一经 即位中之大臣 该以文词仙巧 事意磨灵 于此土民信 喜物虚伏者适合 跟此土的老百姓 那个心信中 喜好 喜物就是追逐 追逐那些 虚伏者适合 他忘记 他是哪一土老百姓 我怀疑 旅程是外星人 他根本就不是 此土众生 跟此土的老百姓 这个信中 那他就不是此土吗 因为他把中华民族 整个民族都变成 喜好 喜物虚荣 虚伏者适合 这个就是狂大 不但心中硕点 也忘足 真的是这个忘足 这个尤其是在修行上 尤其是一个讲到大道法门的人 假如有这种心思 他讲的所有这些文字 居然还被后人 把他拿来当作是佛学的大臣 是一个佛学的 一个理论的大的成就者 那真是可悲之可悲 我们不要讲说为 那为字在他身上 都还是践踏了为这个字 那是可悲到极盛 悲到极盛 可悲到极盛 所以观看这段文字 最后还有能够相信他的这些人 我极度佩服 极度佩服 所以这个讲说 盖以文词仙巧 事意磨灵 于此度适合 故其流行游骗 贤家 据以解缘起 台家 引以说止观 禅者 缘以正顿超 密宗 又取以通显教 贤家就是贤手 拿来解缘起 天台家 引以说止观 禅者 缘以正顿超 密宗 又拿来取 取以通显教 那可以了 中国佛教 原来全部完蛋了 在他眼里 你显手中 天台中 全部被他讲成 就是不是被骗 就是骗子了 没有一个能人 没有一个聪明人 原来五千年的文化 全部被骗 佛门中 是我刚刚讲 他都还是出家向道 要舍俗 发出种大愿 出家 都还是骗子 或被骗 那在世间的儒家呢 那是不是也都被骗光了 也都是被骗的 磁土民 磁土民性 依他来讲 就是如此了 照他来讲 中国五千年 根本没有文化 全部没有文化 所以用这种语言 在做他的嫩言百味的 前面的这个隐言 实在是可悲 所以宋明以来 世子檀玄 如者辟佛 盖无不涉及嫩言也 宋明以来 宋朝 宋儒 不要说在 辟佛 宋朝都还在 自己的宋朝 儒家都还在坏儒 宋朝儒家是大乱的 儒家都还在坏儒 先不谈宋朝 宋的末以后 那个那种情形 只是说后面 会在这边不断的争辩 那当然 起来 他都一定有他的 因缘 为什么会争辩 尤其在嫩言上面 最后这种争辩 等一下会说 所以 盖无不涉及嫩言也 一门超出而万行俱费 他讲说 这一门超出而万行俱费 事实上 这部经中 在经文中有一句话 叫做 佛告阿难 有三摩提 明大佛顶 守嫩言王 具足万恨 一门超出 妙装言录 他讲是具足万恨 你怎么能说万行俱费呢 讲到这个大佛顶 守嫩言王 这个顶就是一切大觉的根本 那叫做大佛顶 所有的一切感觉 都没有离开过 大觉的顶上出现的 大觉顶上就是 大觉的根本 最根本处叫大佛顶 就好像镜色线前处 每一个镜色的变化里面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 镜子最清明的光明顶 因为有如是镜子 他尽性的光明顶 所以他才能够随缘 呈现出种种镜色的庄严 所以讲到大佛顶的意思 是让你看到 根本大觉心体的 最根本的庄严处 你能够念念之间 行者若是念念之间 都在觉体的根本上面做官 也就是我们中国人 常说的本力而道身 你能够打本 你心中才能够 真正深入一切智慧的 所以你在深入智慧时 你是站在哪里说深入的 就在这个根本之中 你才能担当的 前面你要认那个大佛顶 自然你就能够在根本之中 能担当这一切 你在担当这一切 这一念心是一些万法的支援 是一些万法的投手 叫守那言 所以内言经二字 嫩字叫做立四方目 从一个目立一个四方 叫做嫩 所以一切法中坚固意 立四方目 你是不是能够看到 一切四方能够万法 能够成立建立处 也叫坚固意 所以叫大佛顶 守那言王 在这个上面 你才能够主宰 你才能够统一切万法 所以那个统律跟主宰 那个心中的智慧 担当叫做王相 你心里面站在 如实的智慧 体上那个王相 你才能够治理你的 所有的一切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叫做万民 才能够治理万民 这个起心动念 包括你 包括你现在所感觉到 所有的一切的依报世界 所感觉到的 一切世间的万法 所以当然是守论言王 具足万恨 就在这里面 为什么再说具足万恨 这一念心 守论言王中 他一定能够具足一切法 因为你要站到手中 他是能做具足相 具足相跟具足相 你要是躲在末中 逐末之中 不但在末中 你彼此都不能知 何况你还能够说具足 你躲在末中 你只能在末中执着 就好像镜子躲在黑中 你只知道黑 你不但已经背离了静体 你甚至于根本不知道 什么叫做白 你连静体都不知道 白也不知道 事实上你连黑 你也不太清楚 你虽然是黑 但事实上你已经茫然 叫当局者迷 所以能具足万恨的 就表示你一定是站在大佛顶 根本心中的 本来一切万法的头手上的 所以那个叫做一门超出 所以那个超出是什么叫做超出 那个超中啊 是本来的 本来心性之中 他在一些万法之中 本来的超超越 他在万法中的超越 所以他能够出现一切万德 超越就是你不躲在任何的 像中的剑刺之中 你不是你不是躲在心中的那种过去 你感觉到心里面好像就是随缘的种种刺地 刺法上的 所以那是超 所以你能够出现 你能够真正光显一切智慧 那是出 所以那叫一门 你能够在这个一门之中 这从来不二的种种的智慧之中 你在这个一门之中 这样子如法出入 你能如法担当叫一门超出 叫做妙庄严路 所以你在看到一门超出时 你看到一切万法呈现处 所有的一切感受 或者是念头的偏力处 哪个不是你大罪心体随缘的 所有一切心机脉动之路 都是他的脉络 所以叫妙庄严路 都是你现在看得到你心形 或者是心机跟行机所流动处 能够成就处 所以叫妙庄严路 他连这句话他都没有读到 他居然还一门超出 而万恨俱废 我还在怀疑李晨读过那眼睛没有 他想读过的话 他要写这句话 他应该要生心生惭愧 他要生心生惭愧 你没有读过 你居然还可以说一门超出 万行俱废 这文章之中 经文之中 连道理上面你都不能够体会 道理上不能体会 姑且可以原谅 文字你要跟我讲说 你到底看过这句话没有 他连文字都没有看过 所以你就会发现 在民国那个时代 已经有这样的人了 就是他可以在这边空谷讲白话 还可以大言不惭 所以我学祖师 所以我可以不盖道场 不收徒弟 我徒弟都别人收的 就是这样 如是大言不惭的人 其实民国就有人在 我破嫩言是嫩言百味 但念念之间我告诉你 什么一门超出 根本万行俱废 他从来文章之中 一切经文 经字 经中文字他都不提 经中文字既然不提 那当然你自己所理的体会 你就自然就取结 完全取结 假如你心里面自己 能够明明白白 有这段经中文字 你多少你都还会在 这个经中文字中 你会怀疑你自己 现在这个感觉 你这个意念 是不是心里面 你会起成种种疑问 你自己就会在那边 不断自己在这边作证 居然他能够暧昧 经中的文字 然后再告诉你说 一门超出而万行俱废 此笼统蛮害之病 此笼统蛮憨 到底谁笼统蛮憨 你根本连经文都不说完 谁在笼统蛮憨 所以一门超出 这个巨族万恨 妙庄严路 怎么是笼统蛮憨呢 只有你在那里面 所以一门超出万行俱废 才是笼统蛮憨 所以自己讲的这个文字 事实上是打自己一个嘴巴子 打自己的一个嘴巴子 所以知病深入膏肓 遂使佛法奄奄欲习 以弃于今 迷惘于夫 兼职不化者 有大有人在 就是这些迷惘的这些凡夫 兼职不化者 大有人在 所以你看到前面的文章 不必为他多解 只是重要的部分 跟法师们稍微研究一下 你知道根本嫩言经中 讲的那个大佛顶手嫩言 那是根本讲直下让行者 念念之间在大觉心体之中 直下回光 直下担当的一门超出 妙庄言录 只认此这一门 也就是法华经讲的 为此一事实 鱼耳则非真 你念念之间 你要认此一门 那这一门之中不是断面 因为在这一门之中 你才能够看出 这个心心 根本心性之中的 本来亲民这一门中 他是能够献出 一切法中的庄严 因为他能献一切法 你就绝对知道 他绝对不是二门 要是二门的话 比比各显 比比都还不相知了 因为就是一门 所以他在能够 骗险的时候 比比能相知 比比能相知 不是法中相知 是你一定有一个 亲民的智慧相知 所以再洗 你就知道 洗过后的哀 乐极深悲 你就知道那个哀 在种种苦难之中 你就知道要苦尽甘来 你知道什么 知道苦时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乐 你为什么能知 是因为你都在大绝顶 手内人的根本自信之中 本来的面目上面说知的 法中是本来不自知的 不是洗之到哀 也不是苦之到乐 他们不相知 不彼之也不自知 那能知的绝对不是 这些名相之中 过去在法中造作的世间 那种名相之中 而立之的 所以能知的那一件心 你会发现 他能够立一切世间的骗之 但一切世间的骗之 不就是根本 这一门中的本来的大之吗 本来的欺民觉知吗 因为他就是欺民觉知 你不能拿一向来亮他 也不能拿种种法来形容他 所以他才能够随你起源起当下 他就能够随处骗之 再黑就可以立黑之 再白就可以立白之 这叫做一门超出 那这个才能够才知道 为什么超出 超出不跺在种种众生之间 跺在最末后上 末后的种种夜感忘之 忘以为都是什么 都是法在之 弃在之 任何世间万物在之 所以老是流转在世间外在的感觉里面 难以回头 那才叫一门超出 超出过去 终生流转过去的夜里 再讲一个 他就是明白告诉你 就是大决心体的超出项目 他能够真正出现一切智德 这是根本 所以旅程 在这里 你就知道他讲的百味 前面这段话已经全然不能信 为什么提前面这段话 从头到尾读一个文字 但有一点良知的都读不下去 没有良知的可能读得下去 那不是我们 那绝对不是我们 但有一点良知的绝对读不下去 只要是真正生的世子 绝对看到这些文章 心中会感到揪心 会觉得痛 绝对你不会在这篇文章 前面这几段文字 你却把它认为是佛法中的 佛法 佛这个学的大家 绝对不可能 旅程自己还给自己一个字号 叫揪子 就是林九山的揪 意思就是他是设立佛 揪子 字号揪子 他不叫揪子 叫揪心多好 揪子干嘛 揪心啊 直接指到心 就是揪心 所以在这个上面先不谈他这个文字 先看他的白尾 白尾 当然我也看了 这次来 常驻法师给我看了一个 闽生这个法师 写的这个破这个 内言白尾的这个文字 但我好像看到这本书 好像在网络上并不是 真正广为大家在阅读的 所以也是可惜 也是可惜 所以你要只要看到 只要是真世子 那一定他都知道这里面 他那个旅程的文字之中的那一些 这叫粗裂 真是粗裂 连一点最初世子门中刚刚入门的基本的佛学 他都不同 都完全不同 基本都不通了 就像刚刚讲 一门超出 还就才万行俱废 那就连文字上面他都不通的 所以我就找了几个 先讲他的奇卫一 内言经提下援助于 一名中印度纳烂陀大道场经 于灌顶部露出别形 他说 这个是窃取 图罗尼集金序 从金刚大道场经出 之语而易改之 金刚道场 为菩提金刚做 佛与彼说 一字顶伦王金 等者事业 改 那烂陀 则不可通 其卫一 他要把金刚道场 金刚二字 改那烂陀 这应该不通 这是其卫一 其卫一 先讲什么叫做中印度 那烂陀大道场 所以有的时候 古德在这移民 虽然过去可能就是从 真正从那个 这个国度 过来的经典 他如法移民 但是我曾经讲过 你不要看世间的 所有这些国度的名像 事实上你仔细思维 世间所有的一切国度的 那名字 他的相状 居然符合当时众生 心中智慧的种种表象的 表真的 所以上次也讲过唐朝 上次刚开始讲 金就讲过唐朝 他事实上 他就能够 就当时的时代背景 能够凸显出 现当时人在心里面的 所有的一切 德相跟智慧的表象的 所以讲到中印度 中那当然是什么 那叫做不偏为中 印度二字 古人云 叫做月亮的名字 叫做印度 事实上在字像中解释 也是什么 你念念印旗 法度 你念印旗 法度 你就当然这是不偏 那这个印度要在哪里说 一定要在中印度上看 这个大佛顶经是在哪里看 就要在中印度上看 就是在你根本心性底深处的 根本念念不偏的 他常印如是真实法度上见 叫印度 所以一切诸佛 投胎现前时 都是在根本自信之中 如是印诸法度上 成佛的 就在那个国土成佛的 你别说 世自然讲 任何诸佛都在印度成佛 我说是心中的印度 所以你将来可以看到 就是世间呈现 有一个国土 野民印度 就像灵鳩山 你站在灵鳩山说法是 你能说 释迦摩尼佛只是站在这个山体上 叫灵鳩山吗 是因为释迦摩尼佛所说的一切法 都是在灵鳩山上说的 就是在你的根本的心中最亲民的灵山上说的 都是在高远 一切成像的根本心中的积累的智慧上说的 所以他在这个灵鳩山 信中的灵鳩山上说 所以现在 现到一报世间之中 就有一个山体形状就如灵鳩 就如那种高远像 就是如此 不但山民过去在印度的山民是如是 在中国的斯大明山也是如此 因为菩萨的智慧 其实你尤其是佛门弟子 仔细思维 他是最能够相信 那一切万法 都不是心中表现的 心中就有如是德 世间他就能够显出 种种德相之中的 明跟貌的庄严 名字跟相貌的种种庄严 所以讲到这个德中 当然是在什么 当然是在信体的最根本处讲的 所以讲到菩萨威德 既然讲到菩萨威德 讲大智文书 大智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转过去的五蕴 成五智嘛 智慧在哪里见 大觉心体 觉体是佛名 现出的智慧就在哪里 就在五蕴之中 他能够成其种种五智上说的 他能够成就五智上说的 众生被此五智就是什么 就是五蕴 但是众生却要在这个五蕴之中 能够启发五智 这是根本五智 但是这个智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高出世间 所以叫做高山 但是这个智 它一定是平坦庄严 能够运载一切 所以叫做台 所以文书道场 一定又叫清凉山 也叫五台山 台上就是如此 智慧就是如是庄严 大行一定是高远像 所以大行高远 那个高远之中 还有一种像 就是告诉你难登 难行 但是你要是登到如是高远 登到如是根本智体的大行像中时 你站在如是点上 你可以片揽世间 片揽群山 就是你能够把万法授归眼底 心中的大行也是如此 你要是真正站在你根本的心中的本来面目上 你在行驶上面 你就是能够骗揽 能够骗之一切法 正在骗之时就是大行像 所以大行在中国国土叫鹅梅 鹅梅二字就山之巅 山之巅 到天之巅 天之魅 所以那个山形水势 你可以看到登鹅梅时 现在当然有缆车了 过去是要登山步行的 那种崎岖难登 那种攀登时的艰苦 也表示行者历历之间 要成就如是大恨 心里面的毅力跟坚持 登到金顶时 那是成就处叫金顶 登到金顶处 放眼望去全揽 一切 全收一切 那叫大行 所以山光水色 名字一复如是 大悲要如水 悲心是如水 水能够润泽 悲心要如水 所以普陀山都是还水 而建立的 大怨要如华 所以叫九华山 那华 怨心在这哪里说华 就是在一切久有情中 说种种开发项目 所以叫九华 甚至于还可以说 是在转九法界 成就一切九法界的 所有一切智慧 能够看到根本佛法界的智慧 所以你看到九华山中 那种阳长小道 那个曲折 那每一个曲折 转弯处 一个转类处 你就感觉突然开祸的那种光鲜 那种开发 突然开祸的刚 那个开发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 潮四大名山 不是游览而已 你真正要去体会 那个山光水色 那个名字 甚至于你走进 那个山形水形之中 山形水势当下 你能体会那菩萨的愿力 跟那菩萨名字之中 应该具足的德恨 那叫潮山 你潮一次回来 绝对帮助你在心中 体会一次 什么叫做菩萨威德 所以大智一定如台 大行一定如山 大悲如水 大怨如华 那刚好世间就有什么 就有五台山 就有峨眉山 就有普陀山 就有九华山 而在那个山形 山光水色里 因为那个地形地物 他就能够酝酿出 这样的感受 所以众生也就在 这个感受里面 他能够在心底深处 能够唤起 叫唤的唤 能够唤起菩萨的庄严 虽然他不懂 可是潜在意识里面 他就感觉到这个山色之中 有这种菩萨的威德存在 所以冥冥之间就感觉到 好像常常现身 法身现身此处 也是众生姻缘 因为众生姻缘之中 潜在心之中不失此德 虽然流转 但不失如是本来的本分 所以依照他的缘起 依照他的姻缘故 这个山光水色的姻缘故 所以他就很容易 在他的心底深处 倒映出菩萨的种种的 报像庄严 所以有很多 都在斯大明山 曾经看过菩萨视线 你说菩萨视线是真的吗 也从来不假 但是你说真有菩萨 这样视线吗 法中就是如此 因缘就是如此 在这山光水色 跟光影 因缘当下 跟大山的气氛当下 他就能够启发众生 好似看到菩萨真身的 这种心里面的这种感受 所以法中都是如此 都是这样的 所以讲到印度也是 印度也是这样的名字 也是如此 都是你在自信中说的 纳烂陀叫师无厌 师不师的师 无厌 没有厌足 叫无厌 叫师无厌 大道场 所以这部经要在哪里说 一些法中都在根本的诸佛 信德上说 本来的面目上说 既然在本来面目上说 前面就不必再举佛名 所以直下就告诉你 在中印度 就是你念念之间 不偏 不以 心中本来的担当 那个念念之间 因一切法度 能够映落 映出一切法度的 那个师无厌的信德 大道场中出 这是大道场的经 为什么讲经 这就是根本的一切教育的本史 本来心中 所有一切心中的 这些道理的贯穿 叫做大道场经 然后后面还会讲 于贯顶部露出 于贯顶部露出 贯顶啊 就是讲到 为什么讲到贯顶部 因为你前面知道那个名字 你就知道他一定是贯顶 为什么叫贯顶 就直下 就是披露灌顶 就是念念之间 只能在法身上面担当 灌顶就是一直不断的灌注 从行者最初开始发心归家时 你要念念之间 在哪里灌注你的意识 哪里去灌注行者的发心的目的 就在一切诸佛最根本处 一切大觉心体的本来面目处 虽然你心里想我是刚学 我是初学 我怎么可能知道诸佛的根本处 但你永远不要忘记 决心的不可思议 虽然是一个博底凡夫 但有一念想要归家 一念赤城时 虽然心中未正 但是跟他讲尽一切事件善法 他心中毅然都能够知道 明白 明辨简则 他当然知道 所以当你去常常好要听闻 根本面目当下 你心中也起种种简则下 虽然只是闻 但是你已经好要 以如是根本的见闻 做你心中唯一的依止 唯一的皈依处 所以那当然叫做灌顶 那叫做灌情顶 所以灌注行者之顶 那也是什么 就像你在一切大佛顶上灌 就在一切根本的道义 教义上灌 叫做灌顶 所以叫毗卢灌顶 在灌顶中叫受其大智职 大智慧的职位 就是我们讲的职事人的那个职 受其大智职果 叫灌顶部 这个叫灌顶部 所以过去的在经中的分布 不单只是密教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这些藏经 都是什么都是年代已经到了最近的时候 这个明朝或者以后才开始集结这个中国的藏经 那过去从这个印度开始坏佛时 坏万佛法时 事实上过去的古本藏经 一定有藏经 结极一定有藏经 但是它的边墓谁看过 谁看过 没有个人看过 可能从最古代 从隋唐 从汉朝 隋唐慢慢开始 有经文到中土来 一经时 那个边墓都没有人看到过 所以前面讲说 从灌顶部录出 你何必怀疑 搞不好它就是根本 最古本的灌顶部 就是古本的灌顶部中录出的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那个边墓了 所以后面所有的藏经 像龙藏 我们现在看到大正藏都是近代的 你再来收边的 再刻以明墓 然后再刻以边墓 然后收边的 那过去可能加什么加庆藏 那什么加庆的什么藏 那都还没收边齐 不是加庆藏 我都讲错 这都还没有边齐 全部都还没有边齐了 所以不是 不是现代人所看到 什么在灌顶部 或许有人说 他根本没有收录在灌顶部 你现在的灌顶部 是后人在收录的 在灌顶部中是后人在收录的 那古本大家都没看过 先讲这个 先讲说古本根本没人看过 所以你也不必起疑 他是不是在拿个灌顶部 那事实上在灌顶部中 佛门中尤其在密法 密法你不要一讲到密法 我们就很直觉就是藏密 这些这叫密教叫密 密法就是在根本心中的 本来面目上就叫做密 就是密法 所以中国过去在唐朝的时候 就唐密 所以唐密虽然讲的是密法 但念念之间也是什么 他也是在险教中射的 他就是在唐朝之中 在险教中射的 也就是让行者念念之间 能够看到心中的根本的心密 虽然看到的 所有一些修行 都是行为上的表现 但如何把行为上的表现 念念归于心密 你要念念归于心密时 你才能够念念能够什么 能够出现一切庄严 所以才会说显不自显 显它不是自显的 因密约显 密不自密 因显约密 一个善行 他一定要知道善行 善行为密 善行叫显 一定看到你的行为显现 善行是看不到的 所以叫做密 但是你的善行要在哪里修极 一定在善行上广极如是心 你没有显如何极如是心 所以你的心中是要在善行上显 那善行呢 要在哪里才能建立 你要天天善立于善行嘛 你自然在心中天天懂得立善行 你自然就能流出善行嘛 所以你指的是密 你看的是显 你指的是显 你修规的是密 所以密教 就算现在你所认知的密教 那一天到晚都持咒那些 你以为持咒叫做密 那都是着相的说法 这个肢解 那个持咒不就是显吗 就是持咒嘛 所以他在持咒当下 持咒观想 运动种种供样云 供样十方 做种种大供样 那不是在心中显出那所有的行为吗 那你可能只是会问 那为什么在密中只做观想 可能观想是密 不是密中做观想 观想的时候要表现出行为的 只是在那一土的众生 那地方贫瘠 根本没有东西可以不失 你可能要不失的 他家也有 不必你不失 你能有的他都有 你没有的我也没有 怎么不失 那个地方非常贫困 所以过去为什么会 躲在这么贫困的环境里面 什么样的资据都不具足呢 就是过去身中 没有跟众生种下 善因缘嘛 没有在众生身上 结下种种福德 所以今生虽然投生世间 投生人间 虽然还有如是的因缘能学佛 但是过去之中不修福德 所以今天还躲在比较贫困的环境里 所以他要在修心中的供样时 供样是供样什么 就是供样现前的所有的一切的行为 你能够在一切行为的供样里面 你能体会那就是心密 又如同我们是在根尘上做官是一样的道理的 根尘上当下下手也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供样就是根尘 但是在根尘上面 你能够行者慢慢体会的是 自己根本亲民的决心 那就是修密 所以你只能做官 我观想供样什么 其大供样 云聚供样 其实那个官 那个做官要站在汉土 汉土多半的众生 当然只能讲多半还有福德 当然有富有贫 贫的当然也是不收不修过去的福德 那今生活在这些 有还有富人的环境里面 那就要受大苦 为什么 你要是站在那些都是很贫穷的人 你不会觉得苦 大家都穷 你穷又穷在很多富人的地方 你很苦 你看了以后心都在挣扎 不但你受苦 你心还苦 你心都苦 但是在中原之中 在中土呢 还有富人 表示那些富人 我不是讲个全部的富人 我是说有德的富人 是过去一生中 跟众生结出善缘故 因为他心 他的行为 结出善缘 他现在的受报是富足 事实上你仔细思维 他有的时候心思啊 也是富足的 这个环境中就是这样的 我不是说有钱的人 一定都是 一定都是聪明人 不是这样讲 你不要错看现在完全都不是了 有钱的可能就是丧尽天良的 但是要是站在报像中来看 真正修过福德的那个有钱人 是那个富贵之人 富贵就是他心性之中 你能看到那个贵像的 不是那个斤斤计较 一天到晚只知道为自己的名利 不断争夺 那个叫做富贵 那个已经不叫富贵了 所以讲到真正的富贵之人 你会发现他的心思也非常 也是非常富足的 也是非常缜密的 清楚的清晰的 所以站在那里 他你在说他只是做官 我要怎么布施人 这个叫堕落 你不能做官 你就念念之间 你就要出来行为 能够展现出行为 所以修法的不同 也跟词徒众生的 现前因缘有关系吗 也有关系吗 那你说持咒是命 那你不知道念经也是咒吗 那念念让你运心成立 都叫咒译啊 所以咒这个字 这个意思就叫运心成立啊 你看到经文之中 你以为经的那个每一个字 都是很明白的写出那个字 自相 你以为那就是显义 你不知道那个自相 才启发你 是你心中 根本不是在自相之中 所得的心中的真正 深圳的道理 就像我讲到地藏经 你看起来都是辟语啊 都是故事 可像你读完以后 你会发现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字 是真正躲在故事的情节里的 他说假借故事的情节 启发你心中 本来有的面目的 所以也是打密 所以哪个不是咒语 所以站在那个地方 你说修的那些密法 修的那些这些感受 那都是因为硬磁土硬切众生的因缘 所说的了 所以真正的法门中是看到你什么 看到如是新密 是让你知道如是新密 所以在新密之中 本来就分五步 这就是你根本大觉体中的 本来的金刚三昧 他的五步 所以中方叫做灌顶步 中方直接灌顶 就是灌顶 就是直接在顶手上的 叫灌顶步 中方叫灌顶步 东方叫金刚步 南方是宝身步 西方是莲华步 北方是结膜步 这是五步 这是五步 虽然我知道 但我也背不起来 所以要看 这五步 这就是你根本心底的 根本本来大觉性体的 圣身金刚三昧 但这时候讲金刚 是在根本觉体上讲金刚的 不是你跺在五步之中 再说金刚的 是站在五步中 再说金刚 是表你绝体的根本 金刚不坏 那本来能够偏意的做 偏硬的作用 所以那叫做灌顶步 所以你要是不知道 在法中 念念之间 在头手上面去担当 在头手上面去灌注的 你将来一定什么 还落在最末梢的一些 陈直之中 过去的妄想之中流转 沉沦 那都叫做坏 所以灌顶步他要讲的五制 就是法界体性制 东方金刚部讲的是大渊禁制 南方宝身部就是平等性制 西方莲华部就是妙观察制 北方的结末部就是成所作制 这个是大致先跟法师们 这是大致 只要念出来就好 所以灌顶步中间供的 就是法身毕奴遮纳如来 东方金刚部供的就是不动阿处佛 东方不动不动佛 南方宝身部就供的就是宝身佛 西方莲华部 那当然供的就是阿弥陀佛 北方结末部就是供的就是 不空成就如来 要不空成就如来 所以他就是在这五方五部之中 就处处要告明你 告知行者 那个佛性大觉心体的作用 在根本的大觉性体之中 他现前十九年就能看到 这五部的妙印 所以那叫做三昧 所以讲到这个灌顶步 这句话里面 你要知道古人《易经》的时候 他的这句话也叫做 灌顶步露出别心 所以可能在过去古本的藏经里面 他真正就是依心性编目 有绝对的可能 为什么因为当时节级 都是大阿罗汉都是正道的人 所以他会依心性来编种种墓 也就是编种种步 既然是依心性编 那也就是在法中 你要在心性上去体会了 所以大佛顶就是你 直接要告诉你在绝顶上去担当的 那一定是在灌顶步嘛 然后把灌顶步中 所有的一些经文 一些道理露出 就是把它揭露出来 露出别形 别形就是什么意思 不是个别而行的 别形就是为一切行者 指明现在的方便 就是别形 为一些行者挑出 见出种种方便 叫做别形 所以个别能够凸显出种种的方便 让行者令令之间能入如是道理 叫做别形 所以这句话 本来在经文之中 过去译经时 如实把这段话译出来 因为古本中有这句话 译出来 本来就不是古人的错 可是却变成后面狂人 拿来这边做多作文章 所以他讲说 陀诺尼极经序 从金刚大道场经出 而知语而易改之 所以这表示什么 表示 吕成在这个法中 在心体法中 他对在冥想之中 还被冥想之所束缚嘛 你讲到金刚大道场 实际上是讲到根本心性之中的金刚大道场 所以才叫做陀诺尼极经嘛 讲到根本的这个三昧 所以取名金刚石 那要讲到纳烂陀 你要知道 它就是施无焰了 金刚是大绝心体的金刚 所以大绝心体的金刚 现前处 不就是大绝心体入世 随缘的施无焰处吗 因为你能看到它的施无焰 所以你才能够体会根本的金刚性嘛 因为什么叫金刚 不坏骨 焰 这个施无焰的焰字啊 还有一个字 叫做焰叫什么 这焰就是败坏 叫焰 所有的一切法中会被它败坏叫焰 焰坏 焰破 都是焰 所以一切法中 本来在金刚体上 它本来法中 讲到金刚就是不坏意 不坏在施中 没有一法能坏它 叫无焰 也没有一法能仗它 叫无焰 也没有一法能断绝它 叫无焰 那不就是根本金刚体吗 所以他刻意要再说 在这个金刚大道场中 把金刚道场换成纳纳图 不可以 这表示 吕成根本在冥想之中 他在心底上 不通一点道理 只是捉持冥想 在这个民中的文字 去存读其他的文字 不同的文字 他就认为就是不同的表法 他为什么会在不同的文字 不同的文具 就以为是不同的表法 因为他根本不是在 一心上面 去思量的 就好像有人到他家去 他爸爸在 我想说 我找吕成 他知道我吕成是谁 再换一个人说 到他家去说 我找你儿子 他爸就说 谁是你儿子 他说你儿子就是吕成 那我儿子是吕成 你干嘛说你儿子 既然你儿子就是吕成 换一个名字 你就不知道是你儿子了 换一个你儿子 你就不知道是吕成了吗 名字就是如此 金刚性就是本体 换一个名字 你就不知道他了吗 换一个表法 使你就已经忘记了吗 你就以为 就是在这个上面 就是自己在那边 绞绕不清吗 所以你要是真正不知道 你要是在这个文字上面 名像上面 都还自己绞绕不清 那你也就根本不可以 不可能说 下面像金刚道场 为菩提金刚做 佛伊比说 一字顶 轮王金 什么叫一字顶 就在大觉心体上 说的一字嘛 是在这个根本 不空三昧之中 说的一字嘛 叫做一字顶嘛 所以在这个一字之中 你要骗认一切字项啊 你做的那个一字 然后其他的字 你都解释不出来了 讲到纳兰陀 你就认为说不是了 那你怎么还叫一字顶呢 你怎么还能明白一字顶呢 所以这叫做真正就是 根本不通心性 也不通法性的狂人 所写的文字 狂人所写的文字 所以改纳难陀 则是不可 是其尾一 他讲的是其尾一 再看到他的尾二 密布金轨 有灌顶曼陀罗 做法乃称于灌顶部 如大日经 金刚顶经等式 嫩言全经无入灌顶 坛之说 而杜撰为灌顶部出 其尾二 刚刚我已经讲了灌顶部的意思 他说经文之中 根本没有入灌顶的这个 这个文字 事实上 闽生法师已经告诉你 那文字之中 嫩言经中就有灌顶 十方诸佛如来来灌其顶 他建立坛场 建立种种坛场 建立密坛 十方诸佛来灌顶 灌其顶 文字之中都有灌顶 更何况是在根本心性上说的灌顶部 不是我们现在刻意自己不断在那边在心性之外 在感受在文字上面绞绕的灌顶 所以他说曼陀罗 曼陀罗叫做达本 也叫做心中的随 也叫弹成 也叫做道场 所以这个是你在达本时 你能看到大圆心体 叫曼陀罗的修法 就是你在达本处 所以他有个中尊 然后你能够看到心法之中的那个骨脉相连 巨成轮 一个圆轮 能够巨翼 巨成圆轮 那个轮 叫做圆 叫做圆满意 那也聚集一切意 在哪里聚集 就是在中尊 所以中间就是那个 譬如说你是哪一个曼陀罗 中尊 譬如法身 法身曼陀罗 那就是平鲁侦娜 然后你再看到所有的一切图腾上面 就表达平鲁侦娜法性之中 所入的一切骨脉 脂脉 所有的一些智慧德项 然后贯成一个圆轮 这个圆轮就有什么 就有转法轮易 这叫曼陀罗 曼陀罗 这曼陀罗的修法 也就是在向上 虽然是这样子如是持 这样子如是化成 坛场要如是建立 你不知道在向上的化成 跟坛场的建立 就是让一个行者念念之间 学习如何在心中 为自己在心中割漏 勾勒 勾勒 勾勒出如是图腾吗 勾勒 讲得太急了 舌头不清楚 勾勒 你自己能够在心中 能够把自己的图腾 能够勾勒出来 你要怎么勾勒 你要先习惯于世间上 一切行持法 做法上面的 不断的行持勾勒 你才能够勾勒出 心中的道理 所以才能够建立 心中的曼陀罗道场 所以哪个不是灌顶义了 所以他说全经 没有入灌顶谈之说 而杜撰 这个就是他连经文 都没有看过 再一个就是 他根本曲解 灌顶部的意思 他不是在直下心性上 担当那个灌顶的 假真正是灌顶时 你知道曼陀罗义 你都能够讲出 曼陀罗了 那你就知道 那个坛长意思 你站在坛长之中 随便给你一个名字 你就要站在坛长之中 根本的道理上 这个宗旨上面 解释一切 不是这个名字 跟这个名字 就有差别 有障碍 是你要是真正知道 一心识 随便给你一个名字 我就要你把所有的 一切名字 串联在一起 你能够随便 给你一个名字 你就能够在心法之中 在你本来面目上 把一切名相 串联在一起 才叫曼陀罗 才能够谱出心中 你根本的图腾 那叫做曼陀罗修行法门 叫秘法 那是真正新秘 那为什么现在 给你一个拉烂图 给你一个什么 你就串不成了 你既然串不成 你还在忘说曼陀罗了 你用曼陀罗都不知道 你又怎么知道 是灌顶部了 他只能知道 灌顶部是大日经 金刚顶经 但是他现在讲了说 其实灯严经 它不属于灌顶部时 他在这种之间上 是不是就已经 恢复了大日经 跟金刚顶经 已经恢复了经义 因为大日经 跟金刚顶经 就是要破除一切 众生之间的障碍 那才叫大日 大日就好像 东方太阳起初日照时 一切万物上面 都有什么 都有大日的光明 你还要桌子物像 桌子物像一定是差别 但你能够看到 都是等同于大日的光明 那你自然就能够 在光明上面 启发一些万物的作用 那才叫大日经 你才能明白 什么叫大日经的道理 所以他讲说 杜撰为灌顶部出 其为二 你会发现 他那个文词中 卑劣到如此 经文 甚至于道理都不通 心法都 不要说心法 法性都不知道 然后卑劣至如斯 那当然看前面的 那些他的文字呢 当然更明白 我以为一节课 不用就可以讲完 没想到那么快 时间越来越快 你们钟是不是有问题 休息十分钟 也要想法性都没有 我以为我 我以为我 许是